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经文在诗篇六十二篇第二节 唯独他是我的磐石 我的拯救 他是我的高抬 我必不动摇 亲爱的孩子 你有没有过对一个人失望的经验 无论对方说好却没有做到 或是你以为能够靠他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但是他却没有这么做 那一种失望的心情是不是让你很难再相信他呢 但是你知道吗 天父总是信守自己的承诺 他绝对不会让我们失望 我们可以完全信任依靠他 把所有事情都可以交托给他哦 那我们再一次来背诵这段经文吧 诗篇六十二篇第二节 唯独他是我的磐石 我的拯救 他是我的高抬 我必不动摇 诗篇六十二篇第二节 唯独他是我的磐石 我的拯救 他是我的高抬 我必不动摇 你都记得了吗 让我们一起用这段经文祷告 亲爱的天父 你是信守承诺 是怜悯慈爱的神 孩子可以永远信靠你 因为你绝对不会让我失望 你求你帮助我 能够坚定的仰赖你 专心的依靠你 随听小孩的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